大家好,我杨凤,今天2月1日。 1月28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在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正告台独分子。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这是北京迄今为止,对台湾,应该说是针对台独,最为强烈的警告。 美国路透社在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时候,也是说, 北京强化了对台湾的警告语言。 China sharpens language, warns Taiwan that independence means war。 北京在1月28日所发出的警告,不只是给台独,给蔡英文政府, 同时也是给美国警告美国。 这一则消息,是同时给台湾和美国政府不要挑衅,也不允许外力干涉。 还记得上个月前,2020年10月25日,我们有一期的节目, 台海战云密布,中共2月前发兵台湾。 在这一期节目中,杨风指出了,如果台海情况持续恶化, 那么在今年2月的时候,将有可能会是北京发兵台湾的一个时间点。 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给出这样的警告呢? 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第一,这是在拜登上任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北京就给予严厉的警告。 那是明显的要警告拜登政府,不可以像前任政府川普一样。 还想要利用台湾的问题,来挑衅中国,来打台湾牌,吃中国的豆腐。 北京给拜登的信息非常明确。 就在去年10月,台海战云密布,中共2月前发兵台湾的这个视频。 前一天,杨风就先推出了另外一者的视频。 美国总统选举过后,中国将会对美国大反扑。 这两期的节目,杨风接连一起推出来,就是杨风预示了在美国总统选举过后,北京将会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同时也不会容许,他们继续挑衅北京的底线。 杨风这个说法,再次被验证了。 请大家记得,今年2021年,北京不会像过去,对川普政府保持容忍,保持克制。 杨风在那一集的视频的说法,美国总统选举过后,中国将会对美国反扑,在今年会持续有效。 大家在往后,还会陆陆续续的看到,这样的场景出现。 这样的场景,从去年11月,就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总计有,第一,中国限制了对澳大利亚的进口商品,修理澳大利亚。 这个做法,是敲打美国的小弟,同时警告其他国家,那些犹豫不决的国家。 如果跟从美国来打压中国,来围堵中国,必然会受到中国的反击。 不要有侥幸的想法。 第二,成功签订RCEP,又让华为获得参与德国5G建设的机会,不会被德国政府排除在外。 同时,又在去年12月30日,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这是北京对美国的反封锁,反围堵的行动。 第三,在今年1月两个星期前,巴西政府允许华为能够参与巴西, 在今年6月的5G通讯建设的竞标。 可以说是北京一连串的反扑,持续的反击,连续三个月,每个月都有。 这一次在1月28日的时候,对台图的警告,却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换了另外一个基调。 北京这是事先预防,事先警告。 北京选择了这个时间点,做出这样强烈的警告,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在里头。 拜登上来之后,隔了三天。 也就是1月23日,就派遣了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进入南海。 整个航母打击群,连同战机,护卫舰,还有核子潜艇等,一起进入南海活动。 拜登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 这里有三个目的。 第一,拜登这是要向中国示威。 第一,告诉北京,美国新政府,拜登政府,不会是软弱的,仍然会对北京持续争斗,不会手软。 第二,拜登这是要告诉美国民众,他会持续前任川普的路线,不会放弃对华的争斗。 虽然说,拜登并不同意许多川普的政策。 但是,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对中国的斗争,这个路线不会改变。 只是方法和策略,有一些改变而已。 第三,拜登这是要告诉盟国,告诉台湾,让他们放心。 美国会持续对中国的斗争路线,会保护盟国的安全与利益。 所以,拜登才会在上任之后,就迅速地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南海活动。 虽然说,这是一个军事行动,但是政治意义,超过了军事行动。 这是拜登上任的,新三把火的第一把火。 拜登上台之后,借着南海大规模的自由航行,来同时对内和对外做一个宣誓。 而且是一次高姿态的宣誓。 那么,美国有这方面的宣誓,难道北京没有吗? 当然有。 依照杨风在去年10月24日,那一期视频所说的路线,美国总统选举过后,中国将会对美国反扑,北京当然会有所反应。 同样是在1月23日,大陆军机在台湾西南海域上空,举行防空演习,并且是模拟打击了,已经进入南海海域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这是非常有针对性。 北京的意思是,美国,你来南海演习,那么我就在你附近,举行打击航空母舰的模拟演习,而且就是在同一天,并且同时警告台湾和美国。 所以,美国有美国的宣誓,中国有中国的宣誓。 然后,从1月23日算起,5天之后的1月28日,北京又同时对美国和台湾, 警告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 这是非常明确的语言,没有含糊的地带。 那么,美国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以及国务卿,都是说,会支持台湾,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 这个说法就有点悬了,而且台湾方面肯定会失望。 美国并没有说,如果北京打台湾,就会参战,一定会保护台湾。 而是说,会支持台湾,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 民进党政府听到这个说法,肯定会失望。 因为美国并没有说,会防卫台湾。 其实,北京的强意,除了刚刚说的,还有一个迹象。 两个星期前,也就是一月中旬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卿还是蓬佩奥。 他要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Kelly Craft,访问台湾,和蔡英文会面。 结果,最后却是取消了访问台湾的行程。 杨凤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这肯定是北京向美国展现的决心, 逼迫美国取消Kelly Craft,访问台湾的决定。 如果那是第一次,北京在美国总统选举过后,展现了决心, 展现了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那么,1月28日,这一次的警告,就是第二次了。 大国之间的争斗,不会一两次就结束。 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依照中国会在美国总统选举过后,对美国不会再客气, 不会再容忍的前提之下。 北京会继续发出警告。 同时,北京对台湾,也是收得越来越紧。 一个星期前,大陆军机出现在台湾西南海域上空的时候, 台湾的战机,按照往常对大陆的飞机喊话。 但是,大陆的军机却是回应,不要妨碍我的巡逻。 这是大陆军机,一次强硬的回应。 同时,只有传递出一个信息。 今后,大陆会在台湾海域附近,常态性的飞行,常态性的巡逻。 就像是在自己家的空域,海域一样。 大陆这个做法是,既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那么,在自己家领土巡逻,这是正常的。 这跟大陆在钓鱼岛,海域,空域,巡逻,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1月28号这一次,是北京事先预防,事先警告。 那么,是警告什么呢? 会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内容,或者说北京是不会容忍的? 虽然北京没有明说,但是这才是整个的重点。 是今后的重点。 第一,北京已经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这个说法。 那么,常态性的战机,巡航,巡逻,飞行,这会是第二步。 第二,过去的川普政府,多次对台湾军售。 川普政府四年来,对台湾军售11次。 北京或许无法阻止美国对台湾军售。 但是,只要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等级升级了, 或者说再出现,国务刺青,这样等级的国务院官员, 访问台湾。 这种类似的情形出现的话。 那么,北京对美国,对台湾的回应动作也会升级。 这是可以确定的。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视频中说的。 北京不会再容忍,再克制。 第三,如果蔡英文政府,在日内有更多迈向独立的行动。 北京会更进一步的回击。 杨峰的说法是,蔡英文政府想要继续在台湾独立的议题上, 来做切香肠的动作,会很困难。 因为北京对台湾的政策是会越来越收紧。 一旦民进党政府出现了往独立迈进的现象。 那么,北京的反击也会更进一步。 刚刚说到,北京常态性战机巡逻,是第二步。 如果蔡英文政府出现了往独立的方向迈进。 那么,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也会更进一步,会有第三步,第四步。 那么,北京有哪些选项呢? 北京的第三步,第四步,可以选择。 第一,战机直接飞越台北上空,或者是台湾本岛的上空。 第二。 或者是舰队逼近台湾本岛。 第三。 再贴近台湾本岛附近的海域,军事演习。 主要的理由是,北京在1月28日的警告,非常直接。 独立就是战争。 这句话简单明了,完全是在军事层面上。 所以,刚刚说的这三个选项,完全是有可能的。 甚至于,会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比这三个选项,还要更进一步的压力。 可能有人会说,北京干脆就直接打下台湾,不就好了? 避其功于一亿吗? 岂不甚好? 有关这个说法,就得回到杨风在10月25日那一期的视频。 台海战云密布,中共二月前,发兵台湾。 依照杨风对北京的长期观察,以及在历史上,共军几次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对内和对外的各种条件和说法来看,北京都是一步步来的,都会有一系列的动作。 所以,北京一次性的,把台湾给打下来,这个概率会比较低。 除非,蔡英文政府,或者美国的拜登政府,有超越北京底线的动作。 杨风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在往后的几个月,来观察,来验证。 也或许有人会说,对台军事齐袭,不是更能够收效吗? 打台湾一个措手不及,让美国没有机会援助台湾。 也可能有人会说,攻打台湾,是内政,而不是外交上的战争,不是对外用兵。 军事齐袭,的确是一个好方法,也是兵家常用的方法。 但是,有几个原因,北京可能不会采取军事齐袭的行动。 第一个原因,所谓的军事齐袭,那是针对美国这种大国而言。 就像是二战时期,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那样。 北京如果要打台湾,一定会事先布局,这是无庸置疑的。 依照共军过去的历史,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所以,事先布局,准备好了再打,这是肯定的。 但是,军事齐袭,那就未必了。 而且,现在也不是过去的国共内战时期。 当时是国军强,共军弱。 国军的装备强,共军的装备比较弱。 而现在是共军的战力,大陆的军事武力,远远超过台湾。 不需要采取这样军事齐袭的行动。 最主要的,攻打台湾,收复台湾,这是政治问题。 不是单单考虑军事行动而已。 杨凤再说一次,攻打台湾,收复台湾,这是政治问题。 将来,是要写进历史的。 所以,怎么打,什么时候打,都非常重要。 杨凤知道,有许多人是比较积极,积极倡议,要武统台湾。 而台湾方面,也有个名嘴,像邱毅先生,他在大陆的粉丝很多。 邱毅就是主张武统的,而且是越早越好。 杨凤在往后的视频,还会来分析探讨,还有推论,有关武统的时机。 这个议题,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说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都秩序为大国,是泱泱大国。 尤其是武统的军事行动,会再入历史的。 领导人,绝对非常重视。 所以,军事齐袭的方式,大概率的不会。 孔夫子有一句老话,不叫扼杀未知虐。 所以,杨凤认为,北京一定会师出有名,堂堂正正的出兵。 欢迎网友,在视频下方留言,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尽量留言。 我们一起来验证,厌证历史,也验证我们的说法。 另外,杨凤也会找机会来说明,北京对外用兵的时候,通常会采取的一系列动作。 1月22日,杨凤的视频,北京给拜登下马威。 中美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当时是,北京宣布,要制裁美国前朝官员,也就是川普政府时期的内阁官员。 那些对中国不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内阁官员。 我们注意一下,北京制裁的是那些侵犯中国主权的美国内阁官员, 而不是侵犯中国经济利益的官员。 这是一方面,北京留给美国一条路,北京并没有针对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官员。 比如说,宣布实体清单的商务部官员。 而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锁住那些侵犯中国主权的官员。 同时,这也是给拜登政府,划下一个红线。 这是北京的策略,一方面是放松,一方面是收紧,信息非常清晰,明确。 从各种迹象来看,还有杨凤今天所说的,举出的各种证据。 北京的确是依循这个路线。 也就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不会对美国的新政府做过多的让步,不会再克制了。 同时,也会收紧对台湾的政策。 北京信号明确,美国和台湾肯定是收到了信息。 那么,在接到信息之后呢? 第一,拜登政府,是否会像之前的川普政府一样,在中国政策上,往前暴冲,不顾一切的往前冲。 以至于冲破了北京的红线,导致中美发生战争。 这是半年来,一些国际人士所担心的,包括了美国前国务金基金阁。 这两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说了,如果任由中美关系恶化,变成了全面的对抗关系。 那么,全球性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 第二,蔡英文政府又会如何反应呢? 杨凤几天前的视频,说到,这一年来,民进党政府对于新冠疫情,有一个重大的战略。 杨凤在当时可能是说得含蓄了一些。 不要怀疑,民进党政府对新冠病毒不做普筛,也就是不做普遍的检测。 这是民进党政府医治的政策,不是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一个人的决定。 陈时中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一个人就拍板定案。 民进党的策略,就是尽量减少确诊的人数。 在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能够让台湾成为全球防控疫情的模范生, 好让台湾在国际上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那么,民进党政府,在收到北京的明确信息之后, 会暂时地收住往台独的方向,做切香肠的动作。 还是说会继续前进。 第三,最近有消息,网络上传言,共军会在即将来到的元宵节,攻打台湾。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共军台海二月风暴,会不会真的成真了? 最后,1月28号,29号,传出了在南海。 中美双方经历了一场,没有烟消的真正的战争。 电磁大战。 是谁胜,谁负呢? 请继续收看,风云接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